你好,欢迎收看7月4号大华联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华联线在今天依然是零确诊全线 目前还有9个人在隔离当中 已经解除了437个人 现场许中卫表示 莫德拉疫苗这次华联线总共分配到23100剂 中央DP扒给了9800剂 在7月3号打了4107剂 残剂有73剂 施打率达到94.7% 4号下午3点 防疫记者会持续在花莲县卫生局召开 会中县长许正卫也说明了 今天莫德拉疫苗施打的状况 指出,花莲县截至目前为止 已完成了5819剂莫德拉疫苗的接种 完成率达88.7% 所以在7月3号和7月4号上午 总的来说 花莲在目前注射率 我们其他乡镇已经完成的 都已经达标百分之百以上了 那目前因为花莲市 吉安乡还正在注射 尤其是花莲市 明天还有一天 我们会针对于这些 有一些还没有达标的乡镇 我们会做出因地制宜的施打方式 或许是它的乡霞的区域太过的广泛 或者是太过的狭长 所以导致有一些长者没有办法到这个大型的施打站来 那我们未来会对于施打站 施打点的部分来做一些微调 让我们的施打能够更可亲信可敬性 让长者能够更方便来接受施打 卫生局长朱家翔对于施打疫苗之后 会产生的相关副作用 加以说明并告知乡亲一旦出现症状 务必立即就医就诊 因为它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 所以你会有一些疲倦 头痛的现象 甚至会有一些肌肉疼痛的现象 这都是不管A字也罢 莫德纳一样 都会产生一些长期的副作用 所以我们乡亲打完之后 一定要注意这些现象都是正常的 不用太担心 那基本上这些症状 大概两天48小时之后 就会大幅的改善 那当然有少部分的会有发烧的现象 那也不用担心 可以吃一些退烧药普拉腾 那但是莫德纳 它也会有一个罕见的副作用 它就会产生新肌炎 它会造成的发生几率是百万分之五点一六 那实际上是非常少 那其实如何降低不舒服的感觉 如何降低这些副作用呢 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多喝水 记得一定要多喝水 最后县长许正伟也提到 暖心食堂的设立是希望能够协助 为申请到任何补助的民众 可以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得到来自于社会的温暖 并且也感谢提供暖心食堂服务的业者 让乡亲能够不用舟车劳顿 就能够取得暖心食堂的资源 那在这里正位再次呼吁 我们礼拜五七月二号推出了暖心食堂 暖心食堂是给没有任何的社会补助 没有领中低收入户 或者是没有得到纾困 不是得到纾困的对象的这个乡亲 他是生活陷入的困境 三餐不济的乡亲来运用来使用 所以再次呼吁乡亲能秉持的这个原则 把这个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 把我们的资源留给最需要的家人 让他们得以三餐温饱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